有很多朋友想知道我们家巴尼这个简宝袋是怎么做的 又是怎么挂上去的 现在我就录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 这样大家就比较直观的有一个感觉了 像巴尼现在是挂了一个简宝袋 然后呢我先把它拆下来 其实刚才已经拆了一半了 因为刚才已经拆了一半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袋子实际上 就是它里面有一点瀑布 这个瀑布其实是它一天的量 因为今天我出门了 一天没给它换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还是很干净的 这个瀑布呢 我们就会拿到花园里面去给花做肥料 那现在我们看新的瀑布袋是怎么做 首先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挂这个简宝袋之前呢 我们先把一个这个Blu Tape 先可以根据一定的这个长度 可以预计一下 你想把这个袋子挂在大概什么位置 所以呢就可以先剪一条 先沿在这个上面 沿在它的翅膀下面 两个翅膀下面 这样的话这个两个翅膀 就不会影响这个翅膀的煽动 那我现在拿一个这个用过的信封 先把这个毛边剪掉 然后呢你大概预测一下 因为每一个鸡的这个高度可能不太一样 大概你感觉一下它站起来 还有稍微蹲下来的时候呢 就不要说太顶着它的这个这个屁股这里 所以大概你想要多长的 多高的一个高度 这个它的这个简宝袋 那我一般会是用这样的一个高度 讲下来的这一节呢 其实还是可以 为了加固这个袋子的这个坚固程度 可以把它呢塞到这 所以把这一节上面这一节 可以放到里面这一节里面来 这样就增加了它这个稳固的程度 那呢就是因为我上面剪的这一节稍微长一点 你就看如果需要的就把它剪掉 然后把它顶成一个小袋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里面是一个小袋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用blue tape把它给先把这些边可以给粘一下 你可以先用一些胶布把它先给粘的比较工整一点 但我现在可能就不需要先做那个 我先把一个用过的口罩放到里面去 这样可以增加这个它的这个反水的一个性能 我们可以把整个口罩一起就是放到下面去 可以做一个小袋子 如果是口罩资源不是那么宽裕的话 你可以把它给剪成一半 这样一个口罩可以用两次了 我把口罩呢就这么做成一个小袋子的样子放到这个西红里面 如果你整个口罩放进来呢 它就会密封的很好 因为我现在剪了一半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在两个角落的位置呢 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小缺口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blue tape把它给给粘一下 这样它里面它有时候有尿尿的时候 就不会水就不会出来了 因为鸡的尿尿比较少 我们家班里的情况就是 它一般这些排泄物都很干燥 有时候会有些湿 但是一般不会透过这个西红 尤其是如果你这个里面有一个口罩 然后呢 这种这个口罩的这个小缺口呢 又有这个blue tape给封了一下 这样我基本不会发生它那个露出来的情况 这样 好 如果我们担心这个鸡活动比较多 担心这个口罩会变形或者是一味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层几个机器固定一下 这样贴一下它这个口罩就基本上不会移位了 好现在这个铺带做好了 那我们就给挂到它这个上面去 刚才说过就这一条基础的这一条Bluetap呢 其实可以反复的用 我这一条可能用了三四天了吧 这个长度呢你就大概预测一下 就是在这个口袋的边缘跟它连接 这样大概你觉得这个位置是处于它的 这个放在它的这个屁股下面哪个位置 你这个就大概预测一下 那你看不要在它的翅膀 不要粘住翅膀在翅膀下面 这边也一样 给它粘到这个边缘来 当然你可以就调整这个松紧程度 尽量的靠近这个它的毛 这样它不管怎么跳 它这个袋子就不会翻过来 它因为有个毛顶上 但是不能顶得太紧 顶得太紧的话顶得它不舒服 它可能就也会自己把它给咬下来 嗯 班尼很乖 班尼一直很好的配合 这样呢 对 这样这个袋子就挂好了 嗯 它的瀑布呢 它就会直接掉到这个袋子里面来 嗯 然后这个你看 它相对也还是没有顶住它的屁股 它会还会比较舒服的 OK 班尼 Good job OK 班尼走两步 走两步 Hey Good boy OK 这样就完成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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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